來先作一半季 點點作你的記憶 愛你的心也過愛真心 外觀啊 妳要找女兒的心情我非常了解 當初妳本來也是要放棄唱歌的 為了要找到妳的女兒 妳才堅持下去 所以今天 妳才有這種心情 妳公開後要出田田我沒有反對 不過現在不是最好的時機 現在不是最好的時機? 不然是要回家當時 想過,我現在已經有電影了 我的名利都沒有 不過這些東西跟田田比起來 是算什麼? 老實說我沒有忍這個機會 告訴大家我要找女兒子 老實說如果回家後 我沒有這種心情時沒有人要找我 妳知道嗎? 妳不要理會 妳現在很紅 妳不過是出了一個專輯的新人 成績還不錯 但是是好奇 並沒有把人當作巨星 今天 我看新聞 差不多兩天就沒有人要找你 事實說 你需要毀掉 天天又找不到 這樣會有機會 不過我沒有其他的辦法 我這個拜託 還沒把我拿出來 我怕 這次我還有一點的機會 我一定要試 用什麼來試啊 用我的需要 這次我還有請問子弟子 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刺 無論如何 我會刺 我也會刺 我也不會刺 我也不會刺 怎麼會刺 這輩子為了田田 我一定會刺 但算是我的事 我自己的事 我沒有刺 什麼我沒有刺 你別忘了 你有這麼好情節 是怎麼說的 是阿虛 是唱片公司老闆 是唱片公司所有人員工 你怎麼知道 唱片公司 今年就是你這張專輯賣的最好 現在所有的人 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到你第二張專輯 前兩天 總經理才找我開會了 你跟我說 現在全力的 要剝你第二張專輯了 這次如果賣了不好 公司可能要裁員 也可能會倒掉 這是嚴重嗎 總經理都沒話說 他要準備錄影 你不說 是怕影響你的心情 我說出來 先希望你了解 現在全公司的人 都剝你吃錢 他們也是你的顧目 大家帶你的心目 帶你加油 幫你支持 是因為 你替大家圓了一個夢 為了大家 我希望你 將來不要碰到這個消息了 我不會想到 我雖然替別人的生日 一天比一天更暖 我生日無法帶下去 我相信 我相信 他會這樣嗎 我除了你的理由 是 我要替別人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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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願意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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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所有的記者跟他們講 這個記者會把他取消 你就說 本來要發表這個新專輯 後製還沒有處理好 對 就做一個延後 記得要再講一些理由 好 阿冠 不要難過啦 總有一天你會吹得天天 我得最會累了 我本來也在找我的女兒 本來要放棄 最會高 今年在我前夕裡 以前跪得真幸福 這就延吻了 請問相告 你既然就找了你的女兒 你現在沒辦法在她生活中 你敢不相信嗎 我當然也相信 不過她現在過得很好 我不應該要 還可以把她逛掉 什麼叫做好 如果真好情好 你敢不敢玩這種的生活 她說如果是花生在天天的生日所在 給些人受用 不管是豪門過戶 我都會想辦法把她撲到我的生活中 因為這種情景 是沒有人可以當地 但是我已經答應我的前夕 不會去影響她們生活 不是 你的前夕先給你欺騙嗎 他給你變成小職四種情 害你逗我這麼多年 雄哥 你還要給我什麼好考慮 你現在 你一定要去住 因為你是兒子的老伯 你有這個概念 這已經不是我的前面的房子 我還要回來 前面再去找我 小聰明 我幫你開門 躺他… 躺他… 誰… 我來… 我來… 我從心裡找你來得到嗎 台灣到底是我的人 白哥很明顯 我今天要站在你身上 我會變成什麼 一直變成什麼 來 美鳳 你 我是不是我應該出現你的地方 不是 你要怎麼樣 你不想請回你幾次 沒了 來 出發 我已經很久了 很久不要去這間家了 當初 想要過去要來這裡 剛才來的時候 你會陪這間家最小的 是啦 過去了我實在要不想想 都不知道你用心為止 這個家庭的辛苦 是啦 要為止這個家庭 不是很簡單的 我本來就想說 我離開之後 這間家應該會變得很亂 是啊 你離開之後這間家 開始變得很亂 但是現在看起來很清潔 應該有人帶你去看 這個家庭沒有大間 整理很方便 我先坐一下 我請一杯茶給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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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Georgetown 不對 我不願意 我不願意信得要妳賣 不聽我爸媽的口感 我不願意什麼事都怪你罵你 我竟然不願意跟你離婚 去跟王小儀的配主做會 雷鳳 這到底是犯什麼事 王小儀跟你騙是嗎 王小儀 你應該不改騙了 是妳學會的對不對 當初妳認為 我做成妳的上海 只有王小儀可以跟你做會 其實我並不想那麼壞 王小也不想得這麼好 現在妳只是跨境界熟悉 所以妳認為王小儀你對不對 妳說這件事 妳這件事都沒同情我 妳也不告訴我 妳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是要怎麼做關心妳的 我失去我的婚姻 失去我的家庭 我失去我後頭的儲備 沒有對我的疼熱 如果一下子 我失去我的心上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看我也沒有代那當情 這不是我的心情 你現在關注我 是因為妳已經有負擔了嗎 請問那種酒店的小姐 你真的相信她對你是真心嗎 對, 王超, 你別說我無聊Kerry 我沒有你無聊她 我說的事實就是那種人 今天跟我喝咖啡 萬一Kerry是跟你喝咖啡 是, 她是說你真客氣 但是她說每一句話 總是你把我嚇壞, 她已經得到你了 我相信Kerry跟我一起 一定很快樂 她也不穩戴她的心情 但是她絕對不是向她嚇壞 你現在這麼危險 可見你竟然會洗得乾淨淨淨 我… 但是其實她看到的就是你的錢 所以她想把你收回去 她才把你收回去收回去 多好日子 Kerry不是那種愛錢的人 她因為要錢 就把我收回去收回去 你可能不知道 那天我們在飯店剛才 是我叫Kerry陪我一起吃飯 她並沒有希望我欠你這次 是 因為她在想要跟我作為吃一包鹹素雞 那包鹹素雞 就是我們兩個人感情的開始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它就是利用酒店 去找怎麼人家的手 來抓你的心 那是你最愛的現實 只是擁有錢在背面一個人 過期你的嫁給我 因為我是天女嫂子 老嫂子 你的離開我 生活我沒辦法讓你照好情好 沒辦法讓你在社會上 做一個有地位的女婦人 你也要我 是在無論如何的女婦人 不知道要探望的難度 不過現在我跟以前不一樣了 不然是做天風狂街 還是天下家 回去上班 我都認真 打拼 腳踏實體 會造成你 我是去婚姻 是去家庭 不過 我可以改變我自己 你 你呢 是怎麼你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還是跟貴姻一樣 盡用錢在看老 你過這麼久 到現在才回來了一次 你就是用這個位子交代我 對 我是真心 希望你能改變 應該是說 你真心帶他做一口氣 我 你說你 還是一樣的態度 我跟你在心裡 我根本就沒有帶你懷念 因為你已經有自己的對象 但是我剛才跟你說 像那種女婦 你大姐是絕對有不可能會你要擁有 那都不重要 因為Catty 根本就沒有什麼去擁有 她也不讓我跟擁有的人 收取財產 你還在管我過去那裡的事 我只是跟你說 是連Catty也在酒店上班 不過 她不是你想那種人 請你對她比較準確的 是嗎? 你這麼想嗎? 我今天知道你不對 李鴻 我們現在… 這個王爺能力 有任何問題 李鴻 不過你就不告訴我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關心你 李鴻 我沒有什麼立場聽你說話 李鴻 聽我說一個話 既然你已經選擇的王爺 你就會好好掌握你的選擇 就像我和Catty在一起 我也要轉身轉眼去對待他 這樣 這麼有可能 得到真正的眼望 謝謝老公姐的位 李鴻 不好意思 我又有事要做問了 真正的事位 我沒有到家 我又有事 我沒有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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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 我來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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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認真 打拼 腳踏實體 造成你 我是去婚姻 是去家庭 但是 我可以改變我自己 你呢 是怎麼你到現在都不改變 還是跟過兒一樣 真擁擠在看 爸 媽 我怎麼想要回去 我怎麼想要回去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 我可以按照 你回來了 我給我煮養生茶 嘆笑喝 你肚子餓不 我廚房喝一瓶雞湯 我一碗給你 怎麼樣 你心情不好 不然你都不說話 還是 我思考之後你沒關係 我家庭會叫我淋雞湯 回家給你 你不要再雞湯 雞湯會用錢嗎 我雞湯 我的家庭去用雞湯 我要找誰 你到底是要老闆當時 雞湯 我都說過 我還沒讓你離婚 為什麼你們不想回到新加坡 你們就要老闆才這樣接我 我哪有 我只是家庭會叫我淋雞湯 回家輸你 你就說我接我了 你是怎麼說你怎麼搞得我 你是為了要家庭做的嗎 現在我沒有 雞湯不是那種 讓我花幾花都會找不到 因為自己的小孩 但是我現在想要幫你做回來 你也不一定會答應我 所以 你的心情會這麼壞 喝下去的方向我真的自殺 一死人的良心不安 所以幫你幫忙就對了 我拜託你趕緊回去新加坡 好嗎 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 我會讓你變得起笑 我用死為了你 你就用起笑來競爭我嗎 我不會競爭你 我只是希望 你能給我機會 讓過去正常的生活 我不會離婚 我也會回去遺留 只要你回去回去 我什麼都可以答應你 如果這樣是怎麼說 你要把我掛回去 因為那小孩 你等你回去 所以 你不欠離婚 是因為那兩個小孩 都沒有等我 女兒母的情婚 如果沒有那兩個小孩 你就會讓我離婚 去帶她來的地方 對嗎 我不會回頭你這個問題 兩個小孩在我心裡 都是不胃 我將來都不會讓她 會過給她們生下來 只要你給她們的顧好 小孩如果好 你永遠都不用煩惱 這個家會毀掉 王翔 我便沒有你所想的這麼堅強 我也很想把你家人一樣 雖然王子會痛苦 我會當天想一個人 帶兩個小孩的心口 我不會當天想 我在封釋新冠節的痛苦 我心裡這什麼都已經沒問題了 不過 我就是不要當天想 我的王子 可以把你家人生氣 把你家人生氣 你倆說 我今天很愛過年了 我只是把你家人生氣 其實 我真的很想要死 那天你如果沒回來了 我現在帶到已經沒在這個小孩了 你因為我家人生氣 我家人生氣 你屁股在一起嗎? 你會在遺地才能讓我滑下去 我這想要聽你說幾句好聽話 說我是你最愛的太太 你會陪我怕老婆死人的路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都不會離開我 放棄我 就算是騙我你也不欺負 好 你快做到這裡做 好 怎麼這樣 我又老在這裡也沒什麼意義 我的心中苦惱 看我什麼是準備回家家 好 好 好 謝謝 聽聽聽 謝謝你 快出去見我 還要點什麼 不用 我會說好 我就隨便 大嫂 不要這麼中間 既然就出來了 什麼事情我們慢慢說 你不要叫我大嫂 我自己沒有靈活的關係 也沒有想要自己有什麼交戰 我不知道你怎麼找我 他還有什麼事情 沒有 我最可的意思是說 最可不是在交 他有什麼話 自己跟我說 不用你來帶他團圍 真的 我知道最近我們有抑鬱 不過 我真的很熟練小琪 請你帶來給我 我現在的心情 我跟小琪結婚好嗎 不可能 我正在現在 提出這要求 你很為難 我只是 要盡你的爸爸的設定 你不是說 你現在的朋友 你很好 你跟他回去感散上去 我跟小琪結婚 我會補給你的家庭 我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當初你說 記小琪在一邊 你就不會再教教我 你怎麼能這樣說話不算話 大嫂 大嫂 你怎麼想起 是我鼓勵小琪來的 小琪結婚 小琪結婚的心情 她想要看小琪結婚也沒什麼事不對 你怎麼這麼激動 又是你 我跟妳無緣無緣無緣 為什麼她一直來找我的麻煩 你不是大嬤 你應該很忙 怎麼會找人在管人家裡的事 我知道我沒有自己接手 大嫂 我實在不認心看小琪這麼痛苦 自從小琪結婚小琪以後 我就不看我會笑過 小琪她現在的心情 她只是想要半一塊時間來背小琪 密封小琪這樣怎麼 她現在想到這裡 已經不好了 妳不用再浪費時間 我絕對不夠讓小琪跟妳的經緣 大嫂 小琪是小琪的女兒 她絕對不會傷害妳的 妳不用再說了 我們不不用是女人 有一天妳怎麼會做人的媽媽 今天如果兩歲妳是我 妳會怎麼做 妳如果是站在我的腳帶我心 妳不會覺得小琪這個要求很讚 小琪 小琪是無顧的 小琪是妳 還會讓小琪的小琪 去面對這小琪的心事 妳如果是真的愛的小琪 還會喝什麼這樣做 看你這麼痛苦 我心裡也不好過 不過 要把痛苦放不記得 最好的辦法 就是不會記得妳有這個女兒 如果這樣 總有一天 妳也會搞得同樣 妳就新的幸福 小琪 小琪 有沒有打到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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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跳 沒關係 我來收收 妳再收收 來 小琪在幫我整理這些書 差點打到 小琪乖 爸爸來整理教好了 不用了 爸爸 我來收就好了 妳跟爸爸到那邊休息就好 小琪真的長大了 越來越懂事 好乖 小心點 來 好 謝謝 媽媽 這裡有一本情譜 給我好不好 那情譜不是妳的嗎 不是 這本太髒了 那不是那天來我們家的那個叔叔 這個是我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有看過這個叔叔 他到底是誰 怎麼會牽我的手 我不是跟妳說過了嗎 他是媽媽的朋友 好 好啦 如果喜歡這本情譜的話 妳就拿去吧 不過很髒 應該先擦一擦 小琪 妳先不要弄那些書 爸爸待會兒整理 妳先去學功課好不好 好 好 我來 清清 妳的女婦是不是 沒錯 她就是我的情侯 小琪剛才說 妳有來過人家 妳怎麼都不跟我講話 抱歉 我不是剛才對妳問媽媽 我剛才說 她看過小事了 就不會再叫了人 想不到她不死心 剛才還找我出去 我真怕她 會不玩棒手 還會一直來高高低 她到底是什麼時候 來不及難道 來過幾次 來兩十次了 都怪我 一開始 不應該滾軟 讓她跟小琪說話 我看 又繼續下去 她一定的要求 要跟小琪相認 志文 實力了 都是我不好 妳不要回實力 妳要讓她的朋友 緊密 也是好意 不過 阿翔她根本就不是一個好爸爸 她將來 也不幫好好的照顧小琪 這幾年來 都是妳在付出 妳才是小琪的爸爸 她沒有那個司機來跟她正處 那是騎妳的我們的禮場 我一個比較多想 當初 我們沒有妳的情願 帶小琪離開 才是我們看不到 所以 我希望這件事 我們可以和平的解決 我會有令和威安 她現在很堅持 在前一個爸爸的指令 我都跟她說話說不通 我很怕 她根本就沒辦法做到 我看了 我家裡 我家裡 跟她說好了 我以為小琪的爸爸在裡面 看她幫忙 要讓她知道 是要怎麼做 才會對小琪是最好的嗎 不好意思 對 是我的事 還會讓妳出門來處理 我們現在阿嬤 哪有婚講清楚 戳到了就要改革 放心 沒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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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問妳是熊果的嗎 我是 妳是 我姓徐 我姓徐 我叫徐志文 是靜靜先生 來 來 女朋友 來 妳坐 好 坐下 來 搶這 來 來 來 下飛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有些事情 想要跟妳說清楚 妳要說的是小琪的事對不對 應該是說 我們三個人的事 其實在妳跟靜靜認識之前 我們已經是朋友 後來她嫁給妳以後 我們就沒有再見面 一直到六年前 我才又遇到她 我才知道 她其實過得並不快樂 她想要脫離她的婚姻 我還是好 不是一個好朋友 也不是一個好爸爸 我 我不是來翻舊賬的 我只是要把這個狀況說起來 妳把妳爹爹爹爹爹爹 金金決定要離開妳 就帶了小琪來到我身邊 在妳離婚沒多久以後 我們就結婚 那是因為金金跟小琪 我們需要一個家庭 我 我知道我現在講的事有些慢 但是 我是心心心意 要跟你說一聲抱歉 說沒怪妳 還是便宜人 不過 看著妳 對小琪這麼教育 有讓她守這麼好的教育 其實我要謝謝妳 要是他們還跟著我 肯定不會這麼幸福 我是金金的嫌心 小琪的爸爸 這是我應該做的 妳願意這麼平心靜氣的 那麼理智的坐下來跟我談 我很感動 但是我來拜託妳 拜託妳 不要來破壞我們家庭可以嗎 妳不要破壞 我沒有其他企圖了 我只希望一個月 可以讓我跟小琪見兩次面就好了 然後呢 有一天相認讓她叫妳說吧 那是贏的 我很感謝妳 今天我做不到 不是為了我 是為了小琪 假的你不願意讓我相認 我也可以提亮 可是我只希望 可以跟她見見面 其他的我不會要求的 今天我要做為課 請妳能了解我現在的立場 小琪她現在已經不是小娃娃了 她已經越來越懂事 如果妳常常出現在她身邊 她會覺得奇怪 她會覺得有問題的 我可以做她的鋼琴老師 但是妳沒有辦法保證妳 妳不會把這個事實說出來嗎 為了保護我這個家庭 我不能冒這個險 那妳想想哭哭 還要保護妳的家庭 妳不要忘記這個 這個家庭本來是我的 這可是是我欠妳的 但是我也有貴心 我為了專心地照顧小琪 我跟金星都沒有生孩子 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能生 只是我怕如果我有自己的孩子 我就不能夠把小琪當成自己親生的 熊高 這是我的決心跟誠意 拜託 請妳不要來破壞我們的家庭好不好 妳今天早來吃 就是要跟她說吃嗎 是 謝謝妳給我一個機會 拿回宮崎走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 我也希望 是最後一次見面 那我就告辭了 那我就告辭了 我告辭了 我告辭了 第二次見面 我告辭了 我告辭了 你告辭了 還有三千一 但我告辭了 我不是說真的會想 我告辭了 不要這樣 我告辭了 再來找我 我一定跟妳去 好 就這樣 拜拜 大嫂 有人叫妳去打馬車 我就要去貴婦團 說打馬車缺一腳 叫我去大腳 女兒不好 妳沒去真正 妳是誰 但從那種貴婦團 三步五時也要跟人交背 不然我的藍蠻夢白怕輸錢 我帶進去 不過貴婦贏錢也算是失敗了 就像妳爸爸 她就是貴婦 不然… 妳現在是怎樣 我爸是有去抓到妳嗎 沒有啦 我不是那個意思 好了 妳沒看我剛才應該撒掉了 像妳這種 每天只蓋在廚房 滾在廚房上 根本就是孤雞水雞 不再看過世面 妳知道嗎 那些貴婦團是都包多大 我就算把整個房間碰錢 也不夠做我的膠本 那些錢是我的經免這樣 辛辛苦苦疼 就算要開 也是我們老婆跟妹妹來開 我哪有可能碰到輸給人家鄉 大嫂 妳會這樣想 待會兒就放心了 妳就不知道我多辛苦 那些貴婦團 一塊比一塊比較有錢 像什麼主婦、選手 大家都在賓 最高的比較大顆 就算你整個辛苦 所有的東西都拌拌下來 不敢去買一張賣 我只不過是一個家門店的老闆娘 普通時出去泡雲醬、喝咖啡 那些錢我還來不去 如果買那種傳家會在巡洋 那我沒辦法 大嫂 妳如果是覺得 要跟那些貴婦太累了 妳能把時間都流下來 不然住那裡嘛 阿公你高雞水賣 還真的不看小臉 我只是想要跟妳說 在巡洋 想要過呀 不怕吐 對我 我先不想要過呀 愛家 我先不想要過呀 好幾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